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雪敢言 李錦雄逢星期一至五 為你識世情 論人生 台灣的大選已經塵埃落定 馬英九在苦戰下 終於成功連任 其實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 幾乎成為台灣一個社會的宗教儀式 總是有一些程序 總是這個過程是必須要經歷 政黨、回體和群眾的互動 是鼓動到整個台灣的情緒高漲 當中其實有一個很強烈的宗教儀式 但是真正宗教在台灣選舉 有發生幾大影響力呢 大家會想到 當陳水扁在二千年那次的選舉成功 其實要說 你也得到是所謂 台灣長老教會的支持 但實際上是台灣 嬌教的信徒人數較少 所以真正並未能發揮 左右大局的力量 台來講 主流的佛教有幾大的系統 各次都佔據山頭 但是佛教在這個選舉的事情當中 都比較是採取忠勝 也都是未必可以 當中有一個是積極的角色 是願意扮演 反而是民間宗教在台灣的選舉當中 是佔據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主要都反映出台灣的民眾來講 民間宗教反而是 他們是最熱衷的一個宗教的選項 而各地香火鼎盛的宗教廟宇 由於擁有龐大的信眾 所以政治人物的參選 亦都需要爭取選民的支持 以至認同 於是 妙宇反而成為他們是拉票的重點 這些位於市區 一些要塞的妙宇 更加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譬如在台灣的大龍洞 有一個保安宮 近年來都成為了 藍綠陣營重量級的政治人物 爭相參拜的妙宇 由於早年當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之後 這個的保安宮 更加是不斷在政治上升職 所以抵回上一次 民進黨的蘇貞昌 去參加台北市長競選 就選擇保安宮 作為他一個宣佈參選的地點 可想而知 這個的民間力量是多麼的強勁 而今年來說 其實各位的候選人都依次 是對保安宮去參拜的 那麼其實 你說政治人物是否有個宗教的選項 他自己是不是真正是 會信奉哪個宗教呢 或者信奉哪個神靈呢 事實上呢 與此無關 譬如說 講到在台灣 也都有個地方叫做 紫南宮 紫南宮俗稱為先宮廟 先宮廟 拜誰呢 拜去呂洞賓的 也都是呢 是候選人要必到必拜之地 馬英九要來啦 蔡英文要來啦 基本上呢 已經是這個地方已經無分 這個是國籍中族以及黨派之分 所有候選人來呢 他都歡迎來的 那麼台灣其中一個民間忠究的最大的信眾 就是講是拜媽祖啦 拜媽祖呢 就是台灣有地方叫關道宮 關道宮都指出呢 是每年來講 是 凡是有大小選舉 好多候選人呢 都要來呢 是關道宮參拜 為的要爭取 媽祖信徒的一些的認同 可想知道 在台灣是要進行這個 參與政治的選舉活動 如果你偏離群眾 你基本上呢 就是無得打的 那麼你要爭取群眾呢 於是你就要入廟拜神 入到哪個廟就拜神 這就是台灣宗教力量 對這個是政治選舉的因素 並不是說呢 你能夠去駕馭 或者去影響到那些信眾 或者呢 你覺得神靈保佑你 而是呢 當你進去參拜的時候呢 你會得到那批信徒的認同呢 是有助你爭取信徒那些的票 可憐一點呢 這次都是一個是非常之是現實的 一些的宗教儀式 很現實的 政治的宗教作用 那當然在台灣呢 是越來越明顯 譬如說 陳水扁和馬英九 那其實都有少少 叫教背景哦 但是在台灣那種政治的氣氛底下呢 似乎無論你自己信任誰的宗教 你似乎就很難擺脫了 民間信仰群眾那種對你的壓力的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On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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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x TimesOnAir TimesOnAir TimesOnAir